现在我们要开始画这一块积分的区域 首先是我们要画这块灰色的阴影 灰色的阴影 灰色的阴影的话 其实的话它是一个多边形 它是一个多边形 多边形在它的英文呢 就是polygen 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准不准 反正就是这么拼的 这个就是多边形的意思 我们可以摆对一下 这个就是多边形的意思 我们现在搜这个多边形 这比较难搜 那我们直接搜patches 因为我们在前面的课程讲到 画这种区域性的面积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patches对象 我们直接搜patches 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多边形 我们搜多边形 我们应该看到这有个多边形 但是它前面带个circle不对不像 我们要的是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patches下面的一个多边形 然后多边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xy 这个xy呢就是一个newpy array 一个n乘2的一个 多边形 生成多边形的之后 我们再用add patch 我们之前讲过的add patch 把它添加上去 就可以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好 我们先要把这个 先要生成这个多边形的这 这x对 xy的对 我们先生成这个多边形 我们观察一下 首先呢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点是a 0还有一个b0 这两个点肯定是都是有的 然后还有的点呢 就是在这根曲线上的 这根曲线上的点 这根曲线上的点 所有的点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根曲线上 所有的点都写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有a跟b 然后还有这根曲线上所有的点 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多边形的位置 因为a跟b之间都是一条直线 然后a到这个也是一条直线 b到这个也是一条直线 所以说这个没有任何奇异 但是这条线上的所有的点 我们它的坐标我们都必须得有 否则的话 我们如果只取这两个点的话 它就会认为是这两个点之间的直线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说这条线上的所有的坐标 我们都得有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我们想办法生成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坐标的一个数组 我们把它命名为words words 然后生成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点是a 也就是我们这个a点 好 然后 然后就是上面这些点 就是这上面这些点 就是上面这些点 那我们怎么生成呢 我们首先先生成一个 先把这些点的所有的x坐标 全都是找出来 那就是i x i x 等于9 space a到b i x 就是从a到b的 去这样一些点 去这样一些点 所以说就是9space a到b 然后i y呢 也就很简单了 因为我们的function 就写好了 function i x 好 这样我们就生成了 i x到i y的这样一些点 这样一些点 好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i x和i y 比如我们现在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 我们看一下i x i x是这样子的 i y是这样子的 这样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坐标队 坐标队 就是类似于像这种a0的 这种坐标队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x和y呢 这个坐标要拼接成一起 拼接在一起 拼接成一个坐标队 其实它是有一个函数的 有个函数的 叫做zip zip zip函数 它可以把这两个都拼接到一起 我们运行运行这个zip 试试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 x y zip之后呢 它就是以坐标队的形式 显示出来的一个 一个list 好 我们再把它也拼接上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 把这条线上的所有的点都拼接上去了 然后我们再把b放上去 好 到这个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点的这个 也就是它这个x y的坐标值 我们全都已经生成了 生成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生成这个一个多边形的对象 但我们生成这个多边形的对象呢 我们其实就要用到 用到patches 用到patches这个类 那我们需要导入它 需要导入它 patches导入 从它里面导入这个polygen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们导入了它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了 好 第一个就是verse 参数就是verse 然后我们现在要给它定一个颜色 定一个颜色 这里是灰色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颜色的那一章当中讲过 其实对于灰色 patches呢 它是有特殊照顾的 就是说你的颜色未必要写灰色 你直接写一个数字 它其实就是代表不同的灰度 它就是代表不同的灰度 然后我们先随便的试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上 0.5 好 然后还有它的边上的灰度 它的边的灰度 edge color edge color 写上0.1 我们先随便试一下 我们当然我们可能忘记了 它到底是数字更大更深呢 还是数字更小更深 没关系 我们待会调 我们就知道了 好 现在我们生成了这个pony对象 然后我们再把它添加上去 好 我们先添加上去 我们再运行一下 不对 这个地方有错 我们检查一下 应该是xy的问题 也就是这个words的问题 好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words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 这个words呢 它是从 它并不是一个很 很规则的一个 一个数字 样子 比如说我这里是嵌套了一个数字 嵌套了一个数字 有这个小方括号 这里又有一个小方括号 所以这样写是不对的 这样写是不对的 那我得再改一下 改一下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子改 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对的 我们试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words就对了 就是一个规则的一个规则的一个数字对 数字对的一个nist 好 我们现在再画这个图应该没有问题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这样一个图 然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颜色有点深 有点深 那我们就再把这个调大一点 调大一点试试看 好 变浅了变浅了 那就说明它数字越大 它就越浅 越浅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边还有点深 现在还有点深 我们就把它数字再调大一点 我们把调整0.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 颜色就差不多了 然后到这里为止了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任务 只剩下一个这样一个函数的一个数学公式 我们再把这个数学公式画上去 这个数学公式的话 首先我们要确定它的位置 确定它的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一点一点调啊 首先我们先把它的位置放在A跟B的中间吧 A跟B的中间 就是XMath等于A加B乘以0.5 然后YMath等于20 因为它这个高度 因为在这里我们加了40 它的高度呢 差不多也就是20到30的样子了 在这里我们先写上20 好 然后呢 我们开始画这个公式 就是text XMath YMath 然后这个公式呢 里面有转移字符 所以说我写上R 两个美元符号 然后开始 首先是一个积分符 积分符的话 我们要搜这个 Math 我们搜这个数学公式 当时是怎么写的 Math text Writing Mathematic Expression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找一下积分符 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积分符在这里 好 所以说我要写 反结抗 INT 然后下标是A和B A和B 当然一个是下标 一个是上标 我在这里直接讲啊 上标的话就直接加上一个 这样一个上的三角符号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数学公式 负的 X-2 好 直接把它靠下来 好 然后还有DX DX的话 我们也就不再找了 直接告诉大家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函数 是把这个DX的 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写DX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运行一下 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就已经 画出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很明显 它这个坐标指是不对的 坐标指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先把Y指的 给去掉 让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然后它的坐标 大概就是在 35的位置 35的位置 所以说Y指 左边 我们把它调成35 好 我们可以看Y指 大概是调在35的位置 当然这个地方也不太对 这个地方也不太对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再调小一点 调小一点 我就再给它乘一个2 好 这样还是不对 那就再调大一点 再调小一点 我就比较喜欢这样 一点一点调啊 好 这样的话就看起来 就差不多了 看起来就差不多了 当然它字体呢 还是有点小 字体还是有点小 那所以说 我就把它自己给调大一点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它又有问题了 这个 这个就很讨厌啊 我们这样反复的调的话 很讨厌 但实际上呢 它有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就是 它有一个对齐的一个选项 就是水平对齐的一个选项 alignment等于 它有一个选项 它有一个选项可以把它对齐到中间 就是我不再是按照边上去对齐了 我是按照它中心去对齐 这样的话前面那个地方呢 我就不用再调来调去了 直接就中间就好了 它就会自动对到最中间 好 你们看这个就非常漂亮了 非常漂亮了 好 当然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两个图呢 还是有点区别 还是有点区别 就是它的 Y值呢 这个Y值好像有点高 有点高 我们当然是可以把这个值调小一点的 调这个 把这个值调小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印象 那就是setYLimit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 把它给调小一点 那就是Plt YLimit YMin等于 YMin 我们把它调小 调到25 试试看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图形 当然跟这个还是不太像啊 不太像 但是我们可以 不断的去调整这个 调整它的位置 可以 最后可以 这个有一个 跟着一样的效果 这个我们后面就不再调了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课后呢 就把这个 也自己找一个函数 然后画一个类似的积分图 就可以了 好 今天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